5月9号 2019年全国广播电视公益广告 创作培训班在潮沙举办 培训班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繁荣公益广告宣传 努力多出优秀精品 邀请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代表 以及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授课 并组织参训学员开展讨论交流 全国各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以及中央省市县各级播出机构负责同志 共200余人参加培训 活动开场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岩首先为培训活动致辞 随后总局串媒机构管理司副司长刘朝荣发表感想 更有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毛良才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杨培丽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吕雪武 分别为大家介绍经验 这个张岩同志 亲自雕作优秀公益广告的掌握活动 参与评审的全省的广播电视公益广告 大赛的参赛作品 参与谋划 还有中央电视台广告中心 公益广告部创业总监冯一鸣 为大家讲解开创央视主题 主线公益广告传播的新局面 芒果拉新闻 此次全国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作培训班 将会持续两天 相信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呀 报道